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到过来 这一里是一个车库 因为目前它是封住了 平时其实我们加拿大生活大家都知道都是开车上下班 大部分的时间是从这里进出的 很少有客人来的时候可能是从大门进来 我们平时大部分都是从车库进来 它把这两个设计再靠在一起就显得非常宽敞一点 不然的话就是非常宽敞的小道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换换鞋什么的 因为可以直接从车库进来之后 坐下来可以换鞋 这样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大家 我就说到按生活的顺序 这里就是我们叫一个closet 就是衣帽间吧 对 它在这里可以挂衣服 这个是就是这边建筑商每一个新客人买了新房子后 给他们的礼物 送给到一个就welcoming package 对对对对 欢迎式的礼物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半侧 所谓的半侧呢 就是说它没有洗澡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卫生间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洗手台 对 它这个墙纸很漂亮 就感觉就是摸上去是那种很有质感 对对对对对 对吧 那样的一个设计 当然墙纸也是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对吧 对对对 就是新房子就是这点好处 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己改 对吧 所以说我就是说这种新房就是一种个性化的设计 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 颜色呀 各种比如灯饰啊 都可以做一些选择 对灯饰方面 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 对对 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进行改变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我们说的比较标准的 就是吃正餐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餐厅 对那种感觉 我们就是有的房子 他喜欢有一个比较正式的餐厅 所以这是一个正式的餐厅 但是现在这个新房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房子呢 可以把它改成一间卧室 就是睡觉的卧室 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就大概看一下 就是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厕所嘛 所谓半侧就是一个洗脸池 一个拉筒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放一张床 有一个小的closset 同时或者呢 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把这个 这个地方往上一点 扩大一点空间 可以放一个浴缸 或者说是淋浴或者浴缸 对对对对这样的呢 就是一个我们叫他叫全测了 可以洗澡了 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 如果父母来探亲啊 或者移民啊 如果跟韩子一起住的时候 他就可以完全住在一楼 不用上二楼 如果老人家腿脚不方便 对 因为现在有这样的设计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正式的这个餐厅 把它改成一个套间 就是说他有带整个的卫生间 然后还可以把它改装成一个 一个卧室 对吧 就卧室当中就是比较适合于老年人 因为他就不用走上走下 在一楼的话就就比较合适 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说叫开放式的厨房 现在中国应该也很流行 对对对对 对吧 有一个这样子 有一个我们叫中央岛 对吧 现在中央岛的 现在他这个五六十万的价格呢 已经包括了十英台面 就是所有的已经升级为十英台面 对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并不是十英台面 但是呃 现在我们接下来 他的五十万的这个以上的价格 就是应该都是会把这个升级为 一个十英台面 十英台面就是比较好打理 感觉也比较舒服 那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岛这个上面 就是除了做一些切菜啊 就是准备料理的工作 还会还会 呃 现在就是说他们就是叫一个早餐吧 就是可以大家做 就是如果我们吃个减餐 比如像早餐什么的 或者就可以 或者有的时候你要开party啊 可以大家拿一杯红酒做一做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舒服 很开心 对对对 非常的惬意 对对对对 然后这里呢 他还升级做有一个微波炉 这个呢就是有一种好 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有的孩子小 他可以自己热牛奶啊 比较方便点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对于大人来说 可能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方便 当然这个东西反正你都可以自己 可以设计可以把它换位子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他们这里就是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呃储藏你的食物啊 呃 所以给大家可以看这边做的是做到顶的 所以他对对对 他储藏空间是很多的 很多的 然后下面也有很多抽屉 可以放餐具嗯 这些非常的大的空间去放所有的锅碗厨房用具 对对对非常大 而且他现在这款房子已经把这个我们叫清理饭 就是中国的那种排油烟机 对对 升级了就非常豪华的一种 对这个油烟机车 他的他的抽 他的抽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比较适合中国人做的那个炒菜那个房子 这个也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电炉 一个电炉 呃在我们在加拿大这里呢 就是他们建筑商就是说会给大家展示一些 呃是有一些是不升级的就是标配嗯 的厨房用具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就属于是标配对吧 标配的一个电炉 那这个抽风机是标配吗 还是这个抽风机 因为他因为现在做特价 所以说这个就是已经包在这个 已经是包在这里边了 对正常 他是一个呃那种微波炉 固定式微波炉式的一个抽油烟机 但是但是那个是那种是老外的抽油烟机 所以他的力气就比较小 中国人就比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样子 是的对吧 是的 对好 呃然后呢像这一款的呃冰箱呢 他就把它升级了升级成双门 双门的就是标配应该是单门 单门冰箱 等会我们下去他有个单门冰箱 可以在下面 对吧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标准的洗碗机 对对 然后这里就是双水槽 双水槽 对这都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设计 好的 然后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过来以后 这边这边这个餐厅的 它的它的等于说光线是相当好的 对对对对 对吧 在这边这边就是等于像像一个 很正式的吃饭 很正式的一个吃饭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这边嘛那就是一个会客的一个区 现在现在已经呃 就是流行就是把壁炉不作为标配来 嗯 因为有的呃朋友觉得我不需要 所以说呃现在建筑商就不把不不不 不再强加于这个标 对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壁炉倒并不一定是必备的 对吧 但是就是如果你需要壁炉 就是那种呃因为加拿大毕竟冬天比较长嘛 你希望那种你的假的壁炉啊那种感觉的话 这个你反正都可以自己加上去 反正就加钱就是了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壁炉更多是一种装饰作用 对对对对不是不是取暖的作用 更多的是一种装饰作用对吧 对这里然后他外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deck 还是阳台还是怎么说阳台 小阳台对对对 没什么景但是也可以就是在朋友在这边 你比如说在这边你可以烧烤一下 因为烟味就是就怕家里有烟味嘛 如果夏天在这边烧烤 然后你把吃的东西然后带到这里边来就就挺好的 这个地方其实也挺也挺实用的 对那就是一个大家可以会客啊朋友聊天的一个地方 就是非常大小也比较适中 我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就是实用性非常强 它不属于豪华不走豪华线路 对对对我们我们还没有忘记 我们要说一下您这个大概是整个是大概多大的面积 对了对了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叫两层的独立屋 它的面积大概是2200英尺平方尺 对2200尺大概就是200平米左右 对吧 当然我们这边说的都是不包括地下室的面积 对对对对对包括不是要是就是一楼和二楼 基本上也就是说一楼大概在1000尺 楼上1000尺这样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一楼就是100平米 楼上也是100平米 楼下差不多总共就是80估计是七八十个平米 对对对 所以就是整个面积来说大概换成中国的感觉 就是2780平米的样子 对吧 那个那个那个然后现在呢我们大家可以刚才说的有一点现在就是呃现在的新房子啊 流行九英尺的这种天花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 Remo您多高 我大概一米七五 Remo大概是一米七五左右 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花板跟它的就是说是还是比它高出很多的 还是大概是九英尺九英尺大概是多少 嗯这个要去查一下话 OK 因为我们平时都用英文的 对九英尺 2.54吧 我我也我也不记得 33对 大概是在两米 四五两米三两米四这样的 就是以前的我们想说的以前的标配是八尺的 对 现在就是为了就是大家更舒适更感觉更 呃流行的就是现在都是组存要呃建成九尺这样的 对所以它的空间感会给你更加多的空间感 对吧 比如说你坐下来以后你就觉得很高嘛 然后对很舒服 对 对 就感觉比一般的要高一点 对对对 就是这个它是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 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先去楼 这是一楼的一个 哦还乐乐介绍一个 啊这边这边还有一个 呃有一个储藏室非常大的储藏室 这边是一个备菜间 对对吧 然后里边是一个储藏室 就是我们英文是叫pantry 当然如果你把就是把那边做成了一个卧室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做成一个closet 可以做成一个衣帽间 对对对就非常的呃人性化 就根据你的自己的需要做一些设计 对 可以调整 所以这也是买新房的一大优势吧 对就是如果你买二手房 你就只能说就是 它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 你就能够你就只能在这个这个样子对吧 但是作为新房来说 你就可以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想法来进行操作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先再往上二楼好 二楼我们介绍一下二楼的情况 嗯 大家都可以看这个地毯还都是 很新很舒服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呃有一个窗户 哇这个窗户特别高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感觉就是光线也非常好 然后这边过来都是特别是冬天 大家就心里感觉会好很多 然后对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冷那种感觉 好我们刚进来哇 这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很大的做的一个穹顶 对对对对 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呃个性化的设计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边是他们说叫呃 flex room就是说可以大家呃家庭自己的可以在上面休闲啊 看电视这样的一个一个 就是二楼上来就是等于说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厅一样 对对对对 这个呢就是保就是有时候大家觉得在一楼可能是跟客人 但是二楼呢就更有一点隐隐隐秘性 对二楼就是更加像就是说家里人在一起的 对他的隐私性更加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吧 对对然后呢 他这边有一个设计就是呃 把它做成了一个呃拱顶 这样子呢感觉你就会更舒服一点 对对对更加有那种私密温馨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他这上面还有您看这边有很多 他等于说他这个是可以装一些喇叭就是中央 中央的那些音响音响系统也可以装在这里面 对对对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现在现在比较流行的 流行的一个一个感觉对吧 对对对对 呃然后我们过来我们先看这里 这里呢首先是二楼的 他们现在都流行把洗衣机和控干机就放在二楼 这样子呢就更方便 然后他这边您可以进来看到他可以放一些衣服啊或者说杂物杂物啊什么的 在这边这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是的是的对吧对因为这个设计很聪明就等于说现在以前如果你要把洗衣机烘干机放在地下室的话 然后每次都要从等于说从二楼走到一楼一楼再走到地下室对吧 现在就等于说在上面了然后就很方便如果你要洗衣服就直接出来 烘干了就拿进去就就就是等于说免了你上上下下的呃痛苦对吧 对对对就这样不便嘛这样更方便的好呃走过这个小的藏廊呢他这边呢有三个卧室 哇这个好大呀这边就有三个卧室了 对对对这边呢就是我们外面的一个厕所 哇可以进去看一看他有带了两个呃就是一般大家大家要知道一般情况下 就是正常的一个客人用的话就只是有一个洗手间而已对吧一个洗手池 一个洗手池而已对对对对我说错是不是一个洗手间 是一个洗手池他现在就说等于说有两个洗手池因为他等于说最针对着的是三个房间 所以他会有设计有两个洗手池 是的然后我这边还可以介绍一个他的一个呃比较更些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他那个排风扇啊他是可以人就是可以设置时间的人为设定时间 20分钟60分钟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在里面洗澡他里面有湿气嘛湿气会对这个房顶会有一些损害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如果你有时候如果说你人走了你不知道你开多久吗 现在就他可以帮你设置比如说你想开60分钟他就6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哦天呐对以前我就我就自己家里就感到很不方便 对对就是我我开了之后不开吗好像觉得就是说 这个他对整个房间不好对开了之后呢我很容易我就自己穿完衣服啊 因为我就我就走了就忘记关了对对对那啊这个设计真的是很人性化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他现在我我觉得可能很多现在中国都是这样的弧形的一个 这个玉莲杆啊里面的空间就更大一点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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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这边就是 对其实就是说哪怕客人的这个厕所也是非常其实都非常的挺舒适挺宽大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里先介绍这个这个房间吧嗯 我们就说这个是第一个是他们说是客人房也好总之是一个房间你看呃空间也非常大对一百一个 queen size 中国怎么 这个就是就是超大的就是基本上就是queen size queen size对他他就是那个queen size就超超大了 这个对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超大的床就是两个人睡怎么样都是都是可以都没有问题 甚至说你是两个人再加一个小小孩都睡都ok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边就是正常的挂衣服的他有一个挂衣服的对一个地方 对对然后这边呢因为根据房型的设计呢他这边正面呢他只能是一个窗户 嗯所以当时我有客人买了这个房型就是说呃就觉得这个房间比较暗嘛 当时我也跟他建议就是说因为是买新房你可以自己设计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呢在建就是建筑商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开了一个窗户 对所以说你的光线这个房间的光线就会非常好 所以还是强调一下这是新房的好处对吧 如果你有任何地方只要当然只要在建筑上没有危险就是可以允许的话 你都可以自己跟建筑商提出要求 比如说你说我想在哪个方向要开个窗呀多增能够引进一些阳光啊 对对对甚至说比如说当然这个可能他有限制 也就是说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窗户再开下一点啊都可以 啊甚至你可以把窗户再开大 对开大对吧只要在没有安全隐患的条件之下 然后你都可以可以提出这个要求 对这样的话进光量也会大一些什么都会 比如说就是甚至像这个呃标配他是二楼是地毯嘛 嗯就是你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太喜欢地毯 如果我我就喜欢地板也可以把它把它换成地板都可以 对都可以的这样都是这一个 然后他现在每个房间都带这个呃报警系统就是啊这个报警系统就是等于说它是都是自带的烟雾 烟雾报警火警报警系统对对吧这个都等于说是每一个好像几乎我看到每一个房间走廊里面都会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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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第二个房间嗯他是把它设计为给可以说给男孩或者是比较 呃稍微大一点的五六岁或者七八岁的孩子的一个房间呃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放一张大床也一点问题没有对这个这个等于说是普通的双人床 这个就是两个人睡就就就就就比较急 这应该是三人床 这是三人床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三人床 反正放双人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很多的空间对对吧 他这个设计是就保证你开门你看这对一点一点你人站着很舒服就没有觉得很局促的感觉对这边至少你还有三步三三个feet 可以可以走对吧对对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最现在的窗哦这个窗好大对他有点就是那种半落地式的就让更多的阳光可以进来然后给人的更舒适你看到的外面的空间 哇好舒服就看我们对面就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游乐游乐场在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啊那些哇都能看到那些草呀那个油菜花呀哇对对对因为它定义是新区嘛就目前是呃足部 一步一步步在一步一步的呃在在发的对对对对对哎对这是一个房间就是说呃保证能给一个孩子来住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婴儿房间其实也可以做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房间大家可以看到设计的非常温馨呃一些小的装饰就是非常对呃有意思然后这边是其实这个房间也不小对吧对他你看他的设计就是就是给婴儿放一些东西的然后这个婴儿床然后这个应该是给 你妈妈未来或者说谁坐在这对对对对就很舒服就是可以看出来他完全就是对关键就是这房子他并不说因为是为婴儿设计而他就特别小没有就是说他完全以后你长大之后 就是哪怕到18岁19岁做一个单人房是完全可以的对对吧这也是他的那个他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标配的一个储物物件对所以可以看出这个房子设计就非常实用对可以就是说如果有两个孩子然后你还有一个老人或者是给客人客人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特别的空间感特别特别大 然后有整个三个的那个房间对对对